第四位 第四位 沈大帅 我们出来 你坏女人 是不是你 买通编去陷害我男神 都我斗 他弄了点 齐超抄袭私下和谈不成 威胁当事人 原住的那条路线都很艰难 但是我绝对不会想要做心理低头 我会坚持不认得出行 咱们太欺负人了 这个超习犯 怎么还倒打一拍 一转头就上微博卖惨啊 保重取宠 不用理会 可是 验过刘恒 他不承认咱们就自己承 到底是谁泄露的呆怒 看他到时候怎么披露 沈大师 女人 你给我出来 你那坏女人 是不是你 买通编去陷害我男神 你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听不懂 你还狡辩是吧 你 出去 是又怎么样 你有证据吗 汇款 汇款记录 小妹妹 能不能不要这么天真 我可以说 是从编剧手里买的首歌 这钱是给他的版权费 有问题吗 你 你 跟我斗 还弄了点 你没想到吧 你刚才说的话呢 我全都录下来了 跟电视剧里学的 有没有教过你 那电视剧里有没有教过你 录音之前要按开时间呢 没关系 你现在录也可以 潘朵真的不是我干的 你为什么要冤枉我呢 单程 你干嘛 你瞅着呀 回去我就跟粉丝帮你来这边 堪 堪 哎 两位大哥 商量一下 我这么快的小姑娘 不要 不要把我容许去好不好 哎 轻一点 对他 干嘛 该死的沈亿玲 回就帮你丑照 还好没人看见 嗨 门神 门神 我刚刚是不是很丢人呀 是 其实那是个意外 我平时真的不这样 你一个人去不怕 怕什么 门神 你是不是担心我呀 不怕打扫精神 该死的沈亿玲 害我在你面前丢脸 我就抱他瞅着 门神 门神 你看 这条视频能证明 三分天下主题曲是你原创的